石门实验中学创新的教学受到家长以及学生的肯定 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创新实验学习 在石门区公所的经费益助之下 打造了三处新的教学设施 生态池、落叶堆肥区以及户外菜园 让学生的生态以及使农教育有更好的学习场域 石门国中转型为石门实验中学之后 那很积极的在推动实验创新的课程 那我们公所看到学校这么努力 我们也来补助他们来建立我们后面看到的原生与生态池 还有他们的农作区还有落叶堆肥区 让学校可以持续的来推动实验创新课程 那这三个产役都是我们石门区公所 区长补助机会才能够完成的 另外感谢我们的校友陈国志老师 来进行我们台湾原生与的护益 以及我们那个农作区围围里里面的农作物的施作 让我们转型为实验学校以后 实验创新课程 能够让我们的原生与护益 让我们的农作区能够进行食农教育 原本这个堆肥区是一个围住 然后变成堆肥一直重叠一直重叠的时候 没有真正去使用到 那我们刚好旁边是一个食农教育地 然后这个落叶堆肥的话 没有用到的话是非常可惜 所以我这时候就建议校长说 我们重新把落叶堆肥做一个整治 然后我现在给他规划 就像后面这个有没有 做成六区 六区的话就第一区填满了之后 再换第二区 然后再换第三区 这样的话它才有办法做伪生物的一个分解 然后这样落叶堆肥 这也可以真正的利用到 一改原本生硬的生态池样貌 在食农教育老师陈国志的巧手改造下 种下漂亮的水生植物 并且带着学生富裕四种台湾原生鱼 还有户外的菜园 加上了防风的围篱 让蔬菜可以不为东北季风长得更好 此外室外的落叶堆肥区 也是一砖一砖慢慢堆叠打造 优质的创新实验教学设施 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 今年我们学校有进行台湾原生鱼的富裕课程 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有到台大的最悦湖还原原生鱼 也因为上原生鱼的课程 才知道原生鱼现在的树木有限 然后也非常谢谢石门区的林区长 也能让我们在学校看见原生鱼的中午 以前我们在这里种植遇到最大的困难 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东北季风 但是经过我们和老师的讨论 发现防风在这里可以建一个防风梨 后来几个月后这里就出现了防风梨 我们很感谢石门区的林区长 特别的是这座第一探校园的落叶堆肥区 让校园的落叶有一个安置的家 落叶堆肥日久更将成为有机的肥料 提供食中幸福农场食农教育 农作物有机的养分 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也让学生有更完整的食农教育 与生态教育的学习 记得要评和诗门采访报道